你 哈喽是我的同学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学生来了 来了是吗 我们的议题应该是 ok 今天是我们的中学生来了的第三期 ok 在我们的身边呢 我就请来的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鲜肉 ok 今年几岁啊 年年十八 年年十八 对 他还真的是十八岁 ok 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议题呢 就是中学生的爱情观跟感情观 ok 这个东西就很刺激 今天这个podcast应该很特别啦 ok 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请隔壁这位小哥哥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ustin 好 是Justin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室 为你效劳 我为我笑了 听起来怪怪的 ok 好 那么呢 他其实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小小的伙伴 ok 所以就是ok啦 就是伙伴 就不要讲这样多 ok 所以同时Justin也是这个中学生 ok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聊的就是这个中学生的这个爱情观跟中学生 要做的这个东西啦 ok 首先第一个点啊 ok 我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Justin 小朋友啊 ok 也不小了 ok 你在中学有恋爱过吗 有啊 有啊 有 中学恋爱 哎 几岁 几岁都有 from one 有一个 from two 有一个 哦 哇 这个就是 哎 情场高手 ok 那看样子就知道咯 Alan 老师就是在这个中学 ok 就是 非常的努力的读书 你看我一眼 清秀的样子 就是这个读书的料 ok 好 所以真的啦 讨在中学就没有拍拖 ok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启的这个议题就是呢 ok 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辩论 ok 我们不能说辩论 我们只能说讨论 ok 那 Justin 他的这个词方就是说 觉得中学生可以谈恋爱 支持中学生谈恋爱 ok 那我自己的词方呢 我就觉得中学生不应该谈恋爱 虽然我没有这样子想啦 可是因为为了满足大家今天的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站稳我的脚步 我就觉得中学生不应该谈恋爱 ok 首先我们先官方的 先给大家这个开篇立论 ok 先让 Justin 表达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中学生应该谈恋爱 可以谈恋爱 为什么 谈恋爱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一个健康的感情的话 我觉得 不管在学业方面还是感情方面 互相鼓励的话都可以调 就是在学业方面可以 你放太多前提 哪里有这样完美的恋爱的 那女的真的是很野蛮 等下要一直要买东西 又贵没有钱 中学时期的恋爱很容易满足的 所以这个情场高手 告诉我们蛮容易满足 这样对你来讲 你是觉得中学恋爱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它应该是怎样的 因为我们成人之后 我恋爱都是可能要买花 买这个买那个 然后送礼物要关心他 要花很多时间在另一半身上 那你觉得中学生呢 中学我觉得他们 只是相互依靠罢了吧 就要一个班罢了 哇 你很贱 你的立场就是这样子 他们只是要一个简单的陪伴 一起下课 一起下课 这样如果另一半 他不是跟你同班 这样怎样 还是很 你可能你偷偷上厕所 那一间家家经过他班 看他一下 在周末 通常都是这样的嘛 OK OK 好 所以我觉得 哇 这个真的是情场高手 OK 所以对他来讲呢 他觉得之所以中学生可以恋爱 应该恋爱是一个互相陪伴 嗯 非常鼓励的 我就我就看到没有那么的正面 OK 那Alan老师就觉得呢 我觉得啦 如果互相陪伴 你们不一定要有男女朋友支撑的 OK 我觉得很多男女朋友支撑 我觉得因为中学生 很多的不成熟 而且中学生自己也还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OK 我第一个点 我是觉得因为中学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所以我觉得他不能说是谈恋爱 OK 如果你说他们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我觉得不一定要有这个情侣关系 因为我觉得情侣关系到一个点之后呢 我会觉得他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 OK 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一个要点呢 就是时间分配这个东西 因为 Justin 有这个谈恋爱的经验嘛 在中学 那你觉得中学谈恋爱的时间 会不会造成学业没有办法跟得上 还是你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会比较困难 我觉得因人而异啊 我觉得我是不会啊 你个人不会 不会 为什么哎 就是因为我 for one 的恋爱的话是 我有打篮球嘛 他也打篮球嘛 抽气象头啊 OK OK 这样可以 我们 summarize 一个点就是说 如果你跟另一半一起做那个 身心健康的事情是OK的 这样反而困难的就是 打个比如这个女生是喜欢读书读科学的 这男生可能是喜欢跑步的 所以如果他们要配合就比较难一点 可是如果他们要结合在一起会比较容易一点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点哦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点哦 首先我来想一下呢 校级的这个中学生的这个爱情 大概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呢 首先这个叫做所谓的爱情会让人变得非常的 痴迷跟失去自我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看因人而异啦 初恋的时候的的确确会很容易的痴迷跟失去自我啦 然后你觉得是要怎样去克服这个东西 失去自我这个东西 对对对 讲克服啊 对 因为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来中学生你知道哦 呃好好难得看到我自己觉得啦 嗯 很多的中学生呢 他们拍拖是要面子 因为他们觉得我有女朋友很帅 我有男朋友很帅 哇 我有人要很厉害 然后就很像很厉害这样的感觉 他们会去对比啦 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子 对对对 就很多到最后是别人有我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很容易失去自我 有一个要攀比的感觉啊 我觉得你要看看自己先啦 这要看自己看看自己的level到哪里 嗯想讲level呢是钱还是知识还是能力还是什么各个方面啊不管你讲样子升高也好 也可以下去 哦 好 哦 哦哦哦啊 哦 哦哦那就 아침 哦哦哦哦这样明白明白啊 就是你有这样的条件你才去哦 要求再去要求嘛 再去攀比这样子啊 这样这样你们以前哦 中学的时候会不会讲那个人没有怕脱就觉得啊 很可怜啊 我要我觉得 我觉得反而现在觉得没有拍拖 反而更轻松 反而可以更自我 反而是这样子 我之前一直在犹豫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拍拖一下 因为我觉得就是 中学时期拍拖了一下 你更加了解人情事故 你已经尝试过要尝试的东西 所以就不会这样着急 反而到了大学的时候 你才来拍拖 你没有什么经验 你也不知道要怎样跟人家相处 这样才危险 是吗 不可以 我不可以支持你的观点 我先表达一个立场 我才不要支持你 我先表达一个立场 为什么我以前我是不拍拖的 第一个改我已经讲了 我觉得金钱关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用我妈妈的钱 用我父母钱去养他很难 除非我自己有做工 或者我自食其力 或者我有做拍拖拖 我觉得是OK的 这是第一个金钱 第二个我是觉得 怎么说 就是遇不到对的人 没有 最主要的第二个点 我真的是觉得 因为我们身为学生 如果你真的focus在学习 你会发现到 你的这个时间会很不够用 因为我们要上课 Glass Dampahan 还有这种什么 Pussy 球之类的 我就觉得很不够用 如果还要把这个时间 分割去给另一半的话 我会觉得很累的这个感觉 所以后面我就干脆 可能你遇到对的 或者你觉得适合的 我觉得我也会放一边先 然后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样子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 无论什么时候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讨论几个爱情 爱情的这个议题 让大家先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大家觉得爱情是生活的必须品 还是奢侈品 OK 就是这个爱情是很重要的吗 这样子 你怎样看 对我来讲 可有可无 你觉得可有可无 所以你觉得是奢侈品 也不算奢侈品吧 我觉得 就也还好 也还好 如果是想 看你怎么去经营这道感情吧 我觉得 OK 好 我把你的麦拉大声一点 因为我觉得有点小声 OK好 然后我们再接下去 他觉得爱情是奢侈品 可有可无 那我个人反而觉得爱情是必须品 我觉得人类人生 应该要有尝试爱情的这个过程 就是无论你多么的糟糕 我觉得还是 you just want try 还是之类尝试 我觉得应该要尝试过的 我觉得人在成就自己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爱情 我自己觉得的爱情 他应该要适合 可是我觉得中学生不需要先去尝试爱情 因为我觉得很多各方面心智还没有稳 可是如果你稳了过后 你的金钱 你的知识 你的头脑 OK好之后 我觉得可以去追求更多的爱情 这个部分 OK好 来我们来到我们的死亡问题 第二个 OK 你觉得爱情中会不会有一方的权利更加的大 怎样看这个东西 如果讲权利的话我觉得是性格吧 你觉得性格 哪一个比较强势 哪一个占有欲比较强 你自己 我是很随和的 所以你通常拍拖的话 你权利会比较小一点 你会这样子 听从女孩子 会比较 他讲义就是义 他乱闹 你乱闹还是会解释 还是会解释 可是你心里不会不爽 就是他这么这样子 女孩子 从一下 可是你不会觉得 老子要从你多久 烦不烦 还是会跟他解释 这东西 如果他太无理 去闹 还是会跟他讲的 OK 真的是暖男 OK 我觉得我是坏人 Alan老师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Justine 属于比较柔 我是比较强势男 我是大男人 就是我说什么就什么 而且就很有自己的道理 我觉得我这种人也是活该的 就是我 我还没有找到另一个女生 我觉得我愿意的放弃我的权利 我会这样子 因为可能我是辩论高手的一个原因 我会这样子 我觉得很惹女生讨厌 那OK 今天这女生在这件事情 她做错了 OK 然后我就跟她骂架 OK 然后她就问我 这样你还爱不爱我 然后我就非常的理智会做切割 我就讲宝贝 OK 爱不爱你这件事情 我爱你 可是这件事情你还是做错 OK 这件事情你觉得你做对还是做错 我还是会纠结这件事情 就是一码事归一码 OK 可是有时候很好笑 爱情就是这样子 你做了辩论的冠军 你得到了冠军 或者赢了这个场 可是你输了整个感情 对 OK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人家不会算 不是因为那个男的不懂自己赐亏 他之所以愿意放下这么多是因为他在乎这个感情 所以很多女生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是在在乎男生送他多贵的东西 他们是在看你的心意 你的心意 我觉得这个是有在的啦 这些东西是之后我可能大学或者毕业之后慢慢的了解的爱情是这样子 我会觉得我真心会觉得毕业了之后你去做这个爱情是蛮适合的比较稳定一点 当然如果你中学要尝试的话我的感觉就是除非你真的遇到对的人 OK 好 下一个问题 怎样知道这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 你自己的标准 对 对我的标准 对 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看三观还有性格 对三观 这个人生观 爱情观 世界观 还有五观 非常重要 五观是看样子 未来经营很重要 对未来经营是是是 我自己五观还好只要那个眼睛不要长歪一边还是嘴巴长上去头上这样子就 我还能接受啊 我还好 我反而看一个东西我很注重一个东西 有时候在爱情当中呢 我这个是老师的一个来心理的博大精神 我觉得你喜欢谁不重要 你喜欢哪一个人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欢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自己的样子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跟着女生在一起啊 我为她付出 我是喜欢这样子的我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我是伟大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我是成就大家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我是帮到更多人的 我可以接受这一段爱情 可是如果我觉得我很卑微 我觉得我很丢脸 我觉得我很下山烂 为了这个感情 我觉得很 就是一个很勉强的爱情 对对 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 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要这样做 可是当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条件 所有的框框都没有了的 很多是这样的嘛 我之前我在爱情这方面 我就会setting很多 他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样子 setting很多标准的 对标准 可是当你遇到对的人 当你喜欢上他的时候 这些标准都是个屁 对 如果有一个人他达成了这些标准 可是你不喜欢他 这些标准又有什么用 长得说也是只是一个加分项 是 所以爱情其实蛮矛盾的这个东西 所以拉回去我觉得爱情其实在中学也是一个功课 如果你真的遇到的话 你可以尝试啊 我就真的不鼓励啊 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多注重你的朋友 多注重享受你的校园生活 当然有些东西既来之则安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东西了 OK 下一个问题啊 爱情中呢 自我牺牲 需不需要跟必不必要 你觉得爱情中我们都会做到自我牺牲吗 有这个需要吗 你觉得 当你爱这个人爱到很深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失去理智 然后为他付出所有 我觉得 我曾经有啦 就是 最夸张付出的付出的要怎样 牺牲自己啊 我 打自己 没有啦 我就 我辞掉我自己这份工作 我去陪他一起做工 不是这一份工作 不是啦 不要乱吃 喂 喂 不敢我不敢 好 好 所以你为了一个女生你辞职 嗯 不要过去 sorry 我应该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 那时候还笑啦 其实 我觉得我做不到 嗯 我觉得我做不到 爱情不应该需要牺牲啊 我觉得啦 如果你觉得你在这个爱情 你是用牺牲这两个字啊 我觉得就不对啊 太卑微啊 我觉得那个叫包容 那个叫喜欢 那个叫理解 那个叫我爱你 那不叫牺牲 对我来讲是这样 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委屈的 你是卑微的 你是不爽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问题 要去解决它 嗯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中学也好啦 大学也好 你觉得你一直活在一个卑微的地方 我告诉你 世界上很大 事物很多 你不需要为了一个人 把你的尊严被糟蹋 对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 离婚这种事情很正常 常见的 对啊 你没有找到一个对的人 你做这么多也毫无意义 所以我觉得 不需要因为这些事情去委屈自己啊 好 来接下来呢 下一个点呢 呃 这个东西叫做 爱情中是否应该遵循传统的男女角色分工 ok 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这个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新生代怎么样看 同学们你们觉得 在新生代的这个爱情当中 或者现在的爱情 有没有讲女生就做家务 男生就外面做工 还是各式各样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是怎样想的 你觉得男女这个角色方面 你怎样看 我觉得现在都是大家一起去分担了 一起去分担 这样我问你啊 那你愿意为了另一半去洗碗啊 抹地扫地吗 ok 这些我常做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了 你觉得 ok 啦 我觉得 就是这样 你是那种可以帮女朋友拿 bag的男朋友吗 可以啊 就很阿瓜的 bag 那种没有关系 我ok的 你ok啊 都ok的 这样你现在要promot 很多人来找你 但是没有 ok 呃 我我自己也是觉得 呃 我虽然不是呃 这个呃 他们18岁啊 呃 今年呢 那是也整28岁了 可是我觉得for男女这个东西呢 真的在新时代没有太过的刻板印象了 没有太过 我看过很多女生驾车男生不驾车 嗯 然后我看过很多奶爸 然后也看过很多女性的这个赚钱能力会很高 我觉得呃 如果你一直要活在这个呃 很传统的思维 可能你可以考虑住在博物馆 哦 因为真的现在新时代哦 真的没有讲什么吃饭一定是男生请 嗯 还是一定是女生 但当然你有能力你去做这件事情啊 可是我觉得还有更多呃 就是条条框框 不需要自己去刻下来哦 嗯 这样子 好来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点哦 下一个点就是呢 哇哦 这一个有一点狠啊 你觉得 爱情中 我们应该 不应该全程投入 无条件的付出与给予 怎样去看 我觉得你刚开始谈恋爱的话 一定会付出全部的 无条件 但是呃 你多 你谈多几次 我觉得你你多会留留一点的 就会付出就会啊 一定会留一定会留一线的 会付出到完 凡事留一线 凡事留一线吧 凡事留一线吧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会跟你走长久的 啊 这样我问你 如果今天这个女生跟你在一起 嗯 但是你心里知道 他没有全心的 投入这个段感情 嗯 他只是try try而已 嗯 你你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你觉得OK啊 我的话 呃 我会 我会打他消耗完 这个感情 我会打他消耗完 这个感情 就是过后就分手 啊 过后就分手 可是 毕竟都没有结果啊 可是他其实在try try 他在想会不会有机会再深入啊 他也不懂啊 如果不确定的话 我是背在一起的嘛 嗯 所以你你不喜欢一个感情是 嗯 没有确定了的 大概这样子 大概大概 就是不投入的 只是在开玩笑这样子 对 OK 哇 确定了关系再来在一起嘛 有一个有一本书叫来30岁之后的恋爱 嗯 我觉得来成年人的恋爱 其实都几乎是有所保留的 我这个年纪啦 嗯 我这个年纪我觉得都有所保留的 然后 我觉得全程投入去爱啊 我不认同 我觉得可以80% 70%全程投入 这样子 我不觉得100%投入 然后你问我要无条件的付出吗 我觉得成熟的爱情 它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除非是恋爱脑 嗯 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啦 因为我从一开始 因为我大学之后 我才开始结束恋爱 我觉得 他不应该是全程这样子疯的 这样子 因为一个人哦 他疯狂的为你付出啊 我觉得也是一种压力 这是一种爱的压力啊 嗯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啦 呀 是 呃 来 我们再接下来呢 下一个点呢 爱情中应该要放弃自己的理想跟追求吗 OK 啊 我讲一句话啦 你跟你的另一半 嗯 OK 异国他乡 嗯 一个在A国家 一个在B国家 OK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坚持你现在的事业在这里做 然后 远距离 B B 你去跟他一起同一个国家做工 可是那一个工作是你不是很喜欢的 你会选择A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跟他远距离 还是B 就是这样子 就是放弃你的工作 你会A 嗯 因为我觉得真正爱你的话都会 呃 鼓励你 一起互相扶持的 嗯 我不是勉强你哎 给我一起来做 做什么 做公案 哦 OK 好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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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啊 不一定只有A跟B 他往往会有C的 嗯 就是爱的他过来 嗯 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呃方式 嗯 可是如果在两者之间必然要选我还是会选A啦 我觉得呃自己的工作还是蛮重要的 这个也是考验我们的爱情的一个过程啦 对对对 可是问你啊 你可以接受远距离吗 我啊 好问题 但是我没有尝试过是我不懂 我应该可以 我不可以 我觉得我最多两个礼拜这样子OK 如果是那种什么一年两年的我一年两年 我就不能了 可能可能一个月去见一次我可以来 我觉得远距离也太辛苦啊 我觉得很像有很像没有这样 嗯 我不能接受某某人跟我说 就是说 呃哦 我跟他在一起三年了 可是我们只见过两次面 嗯 我接受不到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网 算是网恋吗 我觉得不是要网恋 那个叫网友吧 嗯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就是一个心灵抚慰的工具 因为很多的那种中国骗子啊 那种骗人啊 嗯 也是一直在网上跟你很好啊 可是到最后的那个结果就是 嗯 就是骗你哦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虚拟男友 有虚拟女友这个 所以我不要了 所以你在恋爱当中 你曾经有做过来这种网恋吗 就是可能呃 只是在网上聊天 就讲他是你的女朋友 有啊 小学的时候有啊 小学有啊 嗯 Facebook 哦 然后过后没有见面 没有见面那台湾的 哦 可是 ok 啦 也是很遐想 这样就觉得 哎 很傻 嗯 哦 以前啊 以前 可是我自己 哦 我自己是不太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很虚伪 可能我比较现实一点吧 我就觉得这个 摸不到又看不到 对啊 哎 我觉得就 不能牵手 不能拍拖 不能在一起的 这爱情算是一个完整的恋爱了 对啊 他就是一个 残缺的恋爱 嗯 你相信的爱情是 呃 一个人 他可以爱很多个人 就是爱情是通过培养的 就是你觉得爱情是一见钟情 还是日久深情 你自己的想法 嗯 爱情是因为 通常都是一见深情 都在日久深情的嘛 你觉得是这样 啊 这样这样就是说 你想不相信在世界上 就有一个你爱的那个人 会在那里等着你 然后剩下都不是 还是你觉得人类 其实没有那么的伟大 就是一个人 他有很多爱的人 就是随便开心就好 就是一个是比较动物一点的恋爱 啊 就是随便 就是群交这样的感觉 对啊 就你你觉得是这样子 还是你相信爱情是很神圣的 就未来有这一个人 他在等着你 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是有的 你觉得是比 嗯 当我 呃 群聚了过后 啊 然后 呃 不想玩了 哈哈哈哈 最好然那个人就会出现了 OK OK 所以你就觉得 无论如何到最后都会有 一定会有那个人出现的 除非你不想啦 这样你会 如果有一种可能 你会觉得 可能未来你 可能根本不会有这个人出现 你就单身很可怜这样子 嗯 会有这种可能 那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了 你会这样子定义啊 看自己追求什么啦 我的话 我也不懂啦 其实 OK啦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人 不要你啦 OK啦 优秀优秀 哦 跟大家promote一下 分好的 OK 下面他的instagram去follow一下 没有 你们记得 你们可以放一下啦 嗯 OK好 所以呃 嗯 刚刚我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我都忘记了 反正我就觉得 呃 OK啦 他很优秀 OK 来我们接下去 下一个东西 哦 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 很多的中学朋友 他们会问到的一个东西啊 你觉得爱情呢 应不应该考虑一下家庭背景 跟这个社会地位 就是对方很有钱还是很穷 还是 OK 我们先来聊一个东西 对方有没有钱 这个在你考虑之内吗 我觉得中学时期 他们应该不会考虑这方面 你觉得不会 中学中学时期 中学省事咯 大人会啊 中学很像还好 你的朋友应该会跟别人攀比吧 那你拿A跟B去攀比 哦 嗯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只要对方不是穷到一直欠钱负债 嗯 我OK 就是他是 小康之家就OK了 他甚至来普通打工人士 嗯 就是我们讲成年人啊 或者就是小康之家啦 嗯 他不是什么来家里爸爸砍人妈妈收藏赌博 然后一直跟你要钱 有不良嗜好那种家庭 啊对对对 没有到这样糟糕 我其实不会因为他的家庭地位 而跟他分这样子之类啊 我觉得都OK啦 就他不会赚钱不用怎样 嗯 最重要就是他不要就是来很奇怪啊 杀人放火 要上进行就OK了 嗯 所以对咯 我们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个中学生 他应该不会太看这个点的 你不会太care这东西 是 来我们再下一个东西呢 OK 就是这样子的 在中学啦 爱情 你鼓励 你鼓励啊是公告天下还是地下情 你觉得 中学的爱情 对对对 我觉得地下情通常都是 不是认者啊都是曖昧的 哦你觉得是这样 都是爱 OK 如果今天有一个女神 他这样子跟你讲 嗯 你跟他告白 嗯 他讲我可以接受把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要地下情 嗯 不可以给别人知道 你答应我我就跟你在一起 你会怎样看这段爱情 我就问他为什么接受不到 难道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吗 因为他是学姐 你是学弟 他就不想给人家知道 他觉得丢脸 嗯 如果觉得丢脸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一起 为什么我跟你在一起会丢脸 嗯 我会反问他 所以你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就是那个人跟你在一起讲 我不可以给人家知道 嗯 除非我跟你是玩玩的 另外讲 OK 这样 OK 这样如果他跟你讲 他有男朋友 可是他想跟你在一起 这样子 你会怎样 这样我就是他小三了 啊 对 我不可以 不可以 你不能接受 呃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一下 好 然后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 嗯 如果对方不愿意公开的话 呃 哦 我要看哦 如果我也是玩玩的话 这样OK 除非他是有影响力的人 我觉得 哦 就他可能是明星 明星啊 还是什么 不方便公开 这个还可以理解 哦 啊 这样 嗯 对咯 对咯 除非他有特殊 可以被accept的原因 嗯嗯 不然不公开 特殊情况吧 爱情这个东西很奇怪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啊 你觉得这个爱情当中呢 就是应该要 呃 顾及自己的感受多一点 还是顾及周围人的感受多一点 OK 大概比如啊 我拿一个example 中学我最讨厌看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两对pato啊 他们出去啊 在那里爱来爱去 爱来爱去 然后根本不理别人了 然后超讨厌 跟这种朋友 就我觉得没有礼貌 嗯 就是来 一直杀狗粮 啊对对对 然后就很很无理 就是以为自己很甜蜜 这样 然后过几个月分手 我就哈哈哈哈 终于分了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问你哦 你觉得你在爱情当中啊 你跟另一半 我相信一定是好的 可是你会怎样对待周围的人 还是你觉得你会更focus两个人 你就不care大家了 我会看场合啊 如果身边有外人啊 还是朋友 嗯 嗯 我们就不会做过 过度的亲密动作了 我觉得啊 ok 可是你还是会在多人面前 特别照顾那个人 嗯 肯定的 肯定啊 哦 表现到我 我 我是他的男朋友这样了 哦 会会这样子 嗯 那个立场还是有的 这样 这样你平常 如果你 如果有跟另一半啊 两个人啊 你可以接受跟别的同学 或别的人一起去吃饭 一起去看戏吗 可以啊 就多两个人 还是多一个人 可以啊 没问题啊 你ok 我之前也是经常这样的 我一位朋友啊 哦 是ok啊 跟屁虫这样哦 嗯 我自己要看哦 如果那个两个人 他们很尊重我的话 嗯 就是他们会跟我聊天 会讲话 我ok 如果那两个人 他们是那种 是打扰你 不是打扰 他们是那种 呃 他们在一起 我现在是那个电灯泡 嗯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很甜蜜 然后根本无视我的感受的话 嗯 我就会选择下一次不出来 这样子 我也会 嗯 对 我觉得就是要懂得去 尊重他人感受 对 尊重他人感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中学生的爱情观啊 嗯 嗯 那这里呢 就讲到这个中学生的爱情观呢 通常啦 是比较纯洁跟初级的哦 他是因为呢 对这个异性呃 感受到这个浓烈的兴趣跟感情啦 他们呃 在还没有完全明白爱情的定义情况下呢 就直接去做这个交往的 ok 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个啦 你觉得中学生的爱情是不是很纯洁的 你讲看这件事情 嗯 单纯的喜欢你 纯洁又单纯哦 你觉得是 嗯 纯洁又单纯的 这个我 这个我赞同 你有看过很尖的中学生的爱情吗 应该没有 呃 就是为了钱应该很难哦 没有很难 因为他们对物资的需求 其实也不多 嗯 这样你觉得中学在一起到结婚的可能性怎样 嗯 很低 哈哈哈哈 非常 ok 我我每次因为我很多朋友在中学喜欢撒狗粮嘛 然后每次一分手我就分手快乐 我就是那个吃瓜群众 嗯 啊 ok 对对对我就特别的分手了 而且我们很怕的 哎你知道吗 隔壁把那个随随随随 break 了咯 哎呦 哎呦 那天他牵手很像厉害这样子 ok 就呃就之类的 也不是要分手 啊是 所以所以那时候我的这个概念跟方法 就是啊 我觉得就就就就就很好笑啊 看到他们的这个呃分手 嗯 然后我要呃评论这个中学生的爱情 是不是纯洁的 哦 我觉得复杂不到哪里去啦 嗯 嗯 复杂不到哪里去 只是我觉得有点乱来哦 我觉得有些就是因为荷蒙的作祟 纯粹要找个男生或一个女生这样子 嗯 我就稍微的 就是一个班罢了 对一个班 然后我就觉得 一个精神寄托 啊 当然我有朋友啊 有三三位朋友 三四对朋友吧 他们是从中小学 一直拍拖到大学 然后毕业结婚的 这才是值得炫尿的感情啊 有有有遇过 我觉得很nice很厉害咯 嗯 佩服 不然那种过了一段时间 你跟他咧 哎呀 没有了 这样就特别 听了就特别开心 OK好 OK 所以呃 这是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东西啊 这里有讲到啊 嗯 OK 看你认不认同 中学生的感情呢 都是会很看外貌看样子的 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并不会 我觉得我中学的时候并不帅啊 但是中学不帅 还是有少少追求者啦 我觉得他们比较呃 长得帅子加分相 但是你长得高的话 会更吸引到女孩子 我觉得也是长相的一种啊 我不要讲高跟帅啊 我就讲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看样子多 啊 这肯定了 你认得 当一个丑 我刚站一个帅 我旁边选丑外的帅 我觉得是这样的哦 这个人的样子哦 他是一个竞争力来的 嗯 什么意思 OK 大概比如啊 在这个圈子里面啊 五个都是丑的 一个是帅的啦 嗯 所以那个帅的 一定是占优士 所以大家比较喜欢跟他在一起 特别亮眼的啊 特别亮眼 你就走过你自然的 可是哦 当你到十个人的群体之后 有多一个更帅的 更美的出现的时候 你的目光又被人家转过了 可是还有一句话啦 我们讲鲜与白菜各有所好 有些人是帅 可是性格不好 有些人是来很有这个能力 或者有一些魅力的存在啦 那我问你哦 你觉得啦 中学生啊 如果他想要有更多女生喜欢 那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就男生或女生都一样 做什么事情啊 男孩子我觉得不要这样屁孩啦 不要这样屁孩 什么什么怎样讲屁孩 嗯 臭屁这样 呃 呃 做一些自己 自己以为很帅的动作 像来男生走过洞那个墙壁 当然喜欢大家啦 那种也有啦 哦 那种是笨的吧 嗯 让女孩子很下头很放肝的 哦 那种东西我觉得不要做啦 嗯 我我反而觉得建议大家呢 第一个啦 如果你想要在中学生得到另一半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点叫做注意卫生 嗯 就是哦 呃 以前哦 很多的人他们可能到了中学啊 他们 from one from two啊 头发很乱啊 嗯 然后没有梳啊 然后衣服烂烂啊 皱皱啊 没有去处理啊 我觉得那个卫生整洁哦 这个是很加分的一个点 你这个第一印象吗 你会你觉得这个加分吗 如果这女神是干净整洗 因为我还没有认识自己你之前 我就先看你的做装嘛 对对对 我第一眼看到你衣服 这样不这样不整齐对对对 啊 因为这里跌那里跌 嗯 很臭很恶心这样子 第一第一眼 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哇 这个人感觉邋遢 是 你反应就是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啦 另外一个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表现力咯 什么叫表现力 至少呃 在某个歌唱比赛你要出来 或者在某个死歌党 你要出来 或者在某一个地方 可能你特别会跳舞 特别会唱歌之类的 我觉得这都是加加分项 还有幽默啊 我觉得幽默可以特别 吸引到女孩子 normally 男生幽默 是有你有看过 很幽默的女生吗 都是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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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幽默 对就是那种走过来 你看看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都不用形象啊 哦 他们都已经没有形象了 哦 习惯了啦 嗯 男生就反而还ok 因为都有啊 他 你会看什么的男生吗 呃 看看人哦 看人啊 嗯 如果要形容你是男生 你会怎样形容你自己 我自己啊 你觉得你的 比较像哪一类型的男生 呃 很废哦 很废 啊 就很废了 哦 我觉得很废啊 你讲废话啊 干话多 干话王 我还以为你会讲自己是那种什么 暖心男子啊 这就不是啦 多贴心 因为不是对全部人都这样了 哦 嗯 然后你怎样看待中央空调这件事 中央空调啊 对对每个女生都很好 因为他只是想给每个女孩子一个家罢了 哦 所以所以你怎样你怎样看这个东西 这个啊 啊 这个呃 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性的女男孩子 哦 ok 我们就欣赏他 这样你可以接受别的男生去照顾你的女朋友吗 不能 他帮忙吧 这样帮忙 就是来 你刚好 啊 哦 像那天是这样子的 嗯 ok 我的姐姐的朋友哦 他的这个鞋子啊 女生哦 我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是 Gentleman啊 我我我我没有对他有任何肥分之想 嗯 我姐姐的朋友他的鞋子他拖不下来 他高跟鞋来的 他拖不下来 他就一直哦 他就这样哦 很难拖 这样子 嗯 等我这样我帮你哦 然后那女的就大叫不可以 不可以 然后我的男朋友生气 这样子我就 ok 我就ok 可以没有关系 那你就自己来哦 嗯 这样子我我并没有想到这样子啊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啦 我觉得 但如果你女朋友有别的男生 这样子帮他 ok啦 帮他穿鞋子啊 我觉得 没问题啦 你会很讨厌的男生吗 不会 我觉得 没有过 这样你觉得你是 gentleman的男生吗 是啊 就是来 可能 这里 有一个女生 他要去上厕所 然后去很远 去到很黑的地方 你会陪 你不喜欢他的我 我会陪 如果他是肥婆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大 他应该会 他长得很安全 没问题 就要看情况了 可是就尽量可以帮忙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Alan老师也是觉得中学生 看外表的几率蛮高的 我觉得连老师的样子都很重要 他们会讲 这老师很帅 他们会 这样子 好丑 这样 他们会 而且我发现很夸张 有时候可能我拍节目的时候 会有一点上妆 还是有图什么 哇 女同学们 大家都好细心 都知道花生什么树 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爱情中 遇到一些问题 你觉得 如果今天这个爱情中的 遇到的这个问题 对方是会请家人 会请老师来解决 这个爱情问题 你怎样看 就是太over了 你觉得不能 因为我觉得感情是我们自己 他妈妈来跟你讲 我的女儿最近怎样怎样 你可以对她怎样 还是为什么你跟我女儿在一起 还是老师来干扰 你这样 我觉得小学老师还会介入我们的感情 会啊 你自己如果跟另一半在一起 你会把这些感情问题跟家人讲吗 讨论吗 不会 除非我家人问 我不会主动去跟我家人讲 这样如果家人感受 你是不可以的 他可以问 但是不要干涉 在你妈妈 要我自己的空间 听好之后就这样 蛤 怎么这女的这样的 阿比给我电话号码 我打电话给你的girlfriend 他为什么 他这样子的 蛤 但是你会阻止 我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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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很妈咪boy 你有你有遇过妈咪girl吗 就是我问我什么都要妈妈 没有 没有 你也不喜欢 因为也不可能会在一起 你有认识这样的男生吗 有啊 有 我也是有 妈保男 对 翻白眼翻了 很恶心 这种男的 好 最强恶心 OK 我觉得对付妈保男的方法就是你称为他下一个妈妈 嗯 这是他的这个做事的方法啦 好 那今天呢 这个议题啦 对于这个中学生的这个爱情 我们觉得讨论了很多的层面 嗯 很多的这个概念啊 嗯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呃就问一下就是justin啊 呃 你对于这些在这个中学生哦 中学啦 他还没有有另一半的 可是他可能向往有另一半的这些人呢 嗯 OK 或者他不懂应不应该有另一半的这些人 你有什么话要跟这些人讲 我讲呃 太单身了 不要太在意自己的长相 也不要太在意另一半的长相 不管身材也好 不要太焦虑啊 嗯 因为现在我发现到我身边很多人 特别焦虑 嗯 OK 我我我也是觉得一样哦 要勇敢一点 对对我来讲啊 今天你单身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Alan老师也是单身 我觉得无所谓啦 嗯 哦 有人讲肥哦 也是有人喜欢 有人讲丑 也是有人喜欢 因为咸鱼白菜各有所好嘛 所以呃 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嗯 肥肥也很可爱啦 呵呵 对对 欸 我不知道哦 嗯 我不懂啦 我自己呢 是因为我比较胖 所以 我会觉得人家可能会讨厌我 嗯 以前啊 以前 胖的都是幽默的 然后可是我发现 其实很多的朋友 他们不会特别讨厌胖的人 嗯 就是没有很多人讨厌 是我们 我自己觉得可能我胖还是之类的 然后我有时候很多的明星啊 像呃 一些台湾的明星 或者一个美国的明星 我不会因为他胖哦 我就不喜欢他 讨厌他 嗯 我不会 我觉得很可爱 我身边很多那种肥肥胖胖的 我都很多这样的朋友 对对对 就其实很好相处啊 他们 嗯 所以无论哦 你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不重要啦 我觉得你要有自信 你就好好过好你的人生 因为时候味道而已 因为我真的觉得 真正有魅力啦 我认识这么多帅的人 这么多美的人啊 他绝对不是外表出众 因为在我外表出众的人 多不胜数 嗯 真正的美 真正的帅是从里到外的 我觉得你的内心的自信心 你对事情的稳定度 你的机场开出来 那就是帅 那就是美的 所以我觉得学生应该要多训练的 不是你外表要不要 要去打扮的多帅多美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的内心有没有这个强大 因为无论你外表多美 你内心没有那个笃定的心 你是很难走下去的 嗯 好 就是这样一点 这样这样子的点 然后另外一个 第二个东西就是呢 对于这种已经在一起的 这些中学生呢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讲 呃 好在一起哦 不要烦太多了啊 好相处啊 是 ok 对对我来讲呢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呢 我给你的忠告就是 好好的享受这一段爱情 反正也不长 哎 哎 遇到问题不要逃避了 对我一直好好解决 我觉得 我觉得整个恋爱的过程 就是在磨练你的过程 让你去学习啊 成长 你你应该要感谢另一半的 无论他是伤害你还是保护你啦 无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要去感恩跟前进 然后去让自己成长 嗯 分手也好在一起也好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人生之后会越来越多 你每一次的相爱 每一次的分手 都是为了让你去找到更适合你的人 嗯 这每一次的伤痛都是在磨练你的心 让你走向更加笃定的未来 这样子 更长远的路 对对 所以这是关于到中学生的爱情 所以总结一句 Justin还是觉得 中学生 可以恋爱 我觉得可以恋爱 你觉得可以恋爱 毫无影响吧 好 那其实Alan老师也是觉得 如果你真的遇到你觉得适合的人 对的人 你可以恋爱吧 我觉得中学不需要把重心放在恋爱 不要留下一看了 有的话去罢了 对 就是你不需要特别的去 强求这件事情 嗯 但是既来 自责安自 你不知道中学的这一位 他就是你的缘分 他可能不能跟你结婚甚至 但我相信每一段感情 每一个人来 他都是你的一个老师 让你成长 让你学习 让你变得更加不一样 嗯 然后我自己的宗告是这样子啊 我自己的点是这样子啊 我知道这一段感情未必有结果 我不知道这个人 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多久 可是我会投入这段感情 因为你不投入 你学不到东西 你怕自己受伤 你很难往前走 我所谓的投入不是叫你 真的是五条件弄到自己受伤啊 我讲的东西是 尝试让自己去爱下去 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体验 就是学习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怕的话 你在这一个被子上面 你学不到太多东西 OK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宗告 如果你是女性也好 男性也好 我觉得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有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还是一些非法事情 不要做的话 等到成年才去做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重要 如果你是爱对方的话 你也男生 我是讲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如果你爱对方 你尊重对方的话 麻烦你也尊重他的身体 对 好 那今天我们的议题开到来这里 大家有没有觉得蛮deep的 我觉得今天讲到很多的 这个爱情观 爱情观 OK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爱情观 还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些爱情 中学生爱情系列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们会请更加多的中学生的话 请更加多的爱情高手 来跟大家讨论 关于大爱情的议题 然后让大家 无论是在现在还是未来 都有更好的另一半 OK 好 到最后就是 我是Alan老师 我是Justin 好 那么呢 我们过后有机会跟大家相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第四集见